2021年6月28日 创造女神 体验你的神性 传导 Shelley Dreissel 译者 扬声传导 Namassika Vinia Benia 我是一 我是全 亲爱的家人们 我向你们问好 我从我的内心触及你们的心 我伸出手来邀请你们进入这个当下 进入你们的内在 与其他人一起 在地球上的这个过渡时期 对每个人来说 越来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在你们内部和周围的许多不同意识层次上 正在发生一些事情 当你们继续整合第五维度能量时 你们会继续与那些非物质的 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你们内部和周围的能量流更加对齐 我知道当我谈到第五维度时 这可能具有挑战性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 都在努力理解生活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们可以把这个当下看作不仅是地球 而且是你们的整个宇宙都经历重启 重置 新的开始 你们就在这里 一切事物的能量都在恢复 但它是从一个你们放弃了太多 不再为你们服务的过去的地方恢复的 你们允许自己打开并整合你们的灵性自我 我知道还有一些人说 我的什么呢 我明白吗 我真的可以访问吗 这是目前最大的变化之一 世界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善于分析的 左脑的振动或频率 多年来 你们一直被教导思考和分析 做出决定和做出选择的重要性 虽然你们中有很多人也把自己的直觉融入其中 但也有很多人切断了与直觉的联系 在第五维度和更高维度的平衡能量和频率中需要发生的事 你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了解自己 作为那种分析思维 分析与信念系统相结合 但同样重要的是你们的创造力 抽象的 不墨守成规的 你们的灵性方面 这样你们就不再让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物或另一个事物上 而是融合一切 直到你们拥有平衡状态 深吸一口气 让它穿过你们 当你们再吸一口气时 拥有一个意图 你们的呼吸会进入你们的心之中心 当你们处于你们的心之中心时 你们创造了一个光球或能量球 你们的每个能量体都有一个特定的形式 它们可能会弯曲或变化 有时变得更大或更小 有时会被阻塞的能量堵塞 因此 每当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利用这一刻从你们的心之中心创造能量时 你们就在积极地连接到那个脉轮 以便它可以以最好的方式移动和流动并支持你们 你们通过你们的太阳神经从 你们的本我轮中心 你们的底轮中心发送能量球 你们把它发送下来 直到你们在地球内部对齐 当那个能量球与盖亚连接时 它会向不同的方向移动 让自己感受盖亚的舒缓 锚定存在 当你们允许你们的能量处于那个空间内时 它们然后在你们内在流动 回到你们的心智中心 你们通过你们的能量体 你们的喉咙 你们的第三眼 你们的水晶能量向上发送它 并通过你们的顶部你们的头 当它通过你们的头顶向上移动时 你们会与你们的高我建立联系或平衡 感觉那是什么 感受那股能量穿过你们的身体 有时这个空间会陷入困境 如果你们对其实的感觉是它被限制了 或者你们有多项任务在进行 或者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我觉得你们甚至没有那种对齐感 所以让我们把它清除掉 哦 只要把能量传递过去 当它穿过你们的高我时 它创造了一个机会 在这里体现你们最高和最大利益的一切 或许 如果你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或寻求显化的东西 现在已经消失了 是时候放手了 释放它 你们继续让那股意识流一直向上流动 它遵循能量线 把你们与神圣的人联系起来 它进入你们的灵魂存在 你们的我是存在 因为它确实感觉到你们如何扩展的更大 感受回归并与你们的神性融合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神圣源头 这就是你们所有光之能量中的你们 我 女神 走进这里的一切中 我向你们伸出援手 我拥抱你们 随着我们的能量融合 我们转移到一切万有 感觉你们可以扩展多少 让我们谈论你们作为你们的神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将从今生作为人类的你们开始 思考你们之所事 你们的想法 你们是否倾向于拥有一种总是思考 总是分析 总是组织的分析性思维呢 你们是否倾向于同时做多种不同的事情 并且在你们的脑海中组织起来 即使对其他人来说似乎没有组织 当你们放眼世界时 它是一个充满机遇 快乐幸福的地方 还是一个接一个的不断挣扎的地方 你们的生活是否有许多高山和山谷 通过它所有的碎片和精力创造了你们的难题 以便在这一刻你们可以用它们更深刻的理解来看待你们的生活 你们是否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某些可能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呢 我意识到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极端 而且大多数人都会有点像一个人 又有点像另一个人 但是要花点时间看看你们的生活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就像你们在回顾人生一样 敞开心扉去了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或者更多的了解你们一直以来的目的 当我看中你们时 我们仍然在一切万有中 但它看起来非常混乱 当我们第一次到达这里时 这是一个宽敞的空间 感觉轻盈 活在当下和通风 现在你们会看到 当你们考虑到看待你们的生活 你们和你们的经历的人性方面时 它是如何真正造成混乱 经历和你们周围的事情的 好吧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杂乱无章的移到一边 我们只是要抚平你们面前的能量 请求让你们的神性在你们内在和在你们面前显化 当你们从这个空间中呼吸你们的神性时 就在你们的源头面前 接受它 当你们用你们的感官来理解你们的感知 是否只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时 你们可能不需要给它一个定义 但只需意识到这里的这种压倒一切的存在 你们能感觉到光线 透明度和运动吗 对于许多人来说 就好像有一股流动 他们可以看到粉红色 紫色 蓝色和绿色 让你们的灵魂能有更多的能量流入这个空间和你们 你们已经拥有了一种辨别方式 在这种方式中你们打开了你们的能量 现在感觉好像你们在更进一步 现在你们甚至可以开始看向你们的灵魂 就好像你们在看一样 不是直接看眼前的东西 而是越来越深的看向这片空间 我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只是简单的落入了他们灵魂的那个空间 当你们打开这个对齐并移动时 当你们创造一个从你们的灵魂能量到意识的运动空间时 我请你们思考光这个词 对某些人来说 它可能就像一道亮光打开 对于另外某些人来说 它可能只是身体上感觉很轻盈 我现在请你们思考透明度 当你们看住你们的灵魂时 它就好像它打开了 你们可以看到你们之所示 在这一点上 有些人可能仍然只看到颜色和形式的变化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看到其他生事的经历 你们中的其他人正在将那些 你们一直在寻求创造的事物视为一种完整的体验 以向你们展示在你们寻求的事物中存在的振动 吸气呼气 当你们适应后 就像你们可以看到更多 就像你们可以更深入的去看 看到更多的能量和光进入你们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 你们可能会开始看到你们的灵魂实际上是如何流入宇宙的 可能有一个特定的行星 可能是整个太阳系 也可能是银河系 随着你们继续成长 你们会变得越来越大 你们是没有限制的 你们是纯粹的光能 让它洗刷你们 当我环顾周围的每个人时 几乎就像是充满了喜悦和兴奋 当你们继续整合你们灵魂的这个高频时 我邀请你们每个人问问自己 你们可能想要答案的任何问题 马上把它放到你们的灵魂里 当你们把那个意图放入你们灵魂的能量中时 一个立即的拨获频率会回到你们体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们可能需要翻译或整合它 它可能是你们可能立即理解的东西 当你们向你们的神性敞开 或向你们的直觉敞开时 它来自源头的这个方面 它向下移动许多 许多层面直到到达它们的频率 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你们的人类自我 你们可能更了解有时 当你们听到我的声音时 它是如何降临到你们身上的 这有时会很快 有时会很慢 问问自己是否有一个词 一个符号或一个手势 可以代表对你们的高频直觉敞开心扉 当你们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时 你们会有一种置身是外的感觉 然后你们把那些代表你们作为人类的东西 带回这个空间 看起来好像它们是分开的 但开始合并了 看看你们的神性如何进入你们的个性 你们的经历 你们的信仰体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什么让你们成为人类 观察它们是如何融合的 这样你们的灵性就会照亮你们内在的一切 你们在你们的内在日常生活 一切都在一起流动 当这些东西继续相互融合时 再看看你们的生活 正如你们在开始时看到的那样 当你们从整合和阐明这些经历的空间看时 考虑你们的个性特征或你们的生活经历 观察 你们是否正在获得见解呢 通过这种直觉来接收 这有助于你们理解为什么你们会拥有你们有过的经历 为什么决策的方式与你们预期的不同的原因 当你们现在审视你们的生活时 尤其是当你们合并和融合这些能量时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其中一些事情会消失 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你们产生影响 尤其是如果你们一直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判断 我把它们清除掉 让你们的神性整合一切 当你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你们的直觉如何整合到你们体内时 你们会思考它给你们带来的感觉 它可能会消除你们身体上的身体疼痛 它几乎每次都会帮助你们感觉更好 更快乐 因为你们处于那个爱的频率中 深吸一口气 然后呼气 这些能量将继续在你们内在融合 当他们这样做时 我邀请你们作为一个团体重新聚在一起 这会与一切万有存在 与一个略有不同的空间 但是当你们环顾四周时 我请你们敞开心扉 这样你们可能会知道 你们和许多其他人在一起 你们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也和你们在一起 爱与光的流动是均匀的 你们看到地球的全息图出现在这个群体中 当这个全息图出现时 你们注意到它是如何被照亮的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将扩展直觉的能量和光 发送到这个全息图中 我想在我们释放之前问一个问题 当你们看住这个全息图时 盖亚和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拥有多少支持 正如我所说 我的感觉是这骨光从全息图中爆发出来的 我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团队 把他们的光发送到全息图中 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无限符号 每个人都将它发送到这个全息图中 这个全息图把它发送出去 并且有运动和流动 你们并不孤单 巨大的转变正在发生 出现在高光频率中 让它成为你们前进的基础 然后你们让全息图在宇宙中移动 和往常一样 它正在通过你们的银河系 和其他也在扬声中移动的行星 创造对齐和平衡 全息图的其余部分穿过你们的物质地球 进入物质地球 并锚定在中心 然后它反转穿过所有层次 当移动通过和我从中心处来时 有一种清除旧的密集能量的感觉 它正在清除可能被困在地球上的东西 它正在清除集体意识 你们会看到地球内部和周围有多少光 专注于向其中发送更多信息 并让它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当你们带来通过盖亚锚定的能量时 环顾四周 环顾四周 现在你们处于地球层面上 你们的生活看起来有哪些不同 感受你们的存在是如何平衡的 然后你们带回留在一切万有中的剩余意识 它很容易留过你们的神性 然后留回到你们的内在 当你们再次锚定在地球上时 花点时间考虑一下那个符号或词 或者你们创造的任何东西 作为通向你们的直觉的门户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你们想要了解的信息 然后让这个符号或单词出现在适当的位置 然后将它打开 了解你们如何接收这些信息 它可能是一个符号 一个声音 一个词 一符话 一种味道 一个动作 敞开心扉接受你们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 收到非常非常微妙的信息的知识 深吸一口气 然后呼气 练习 练习 练习去体验 这些体验会帮助你们为直觉打开更大的能量和光之流 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你们是你们的神 作为你们的灵魂 前往一切万有的空间 那是高光频率 知晓这种整合的灵性将锚定你们 平衡你们 并帮助你们在这个时间前进 正在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机会也太多了 敞开心扉去接受吧 安斯尔阿耶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